嘿嘿 有了这个 我又可以买个新奥特曼呢 嘿嘿 加上之前整的皮子应该够了 哎 我之前放这里面的100块钱呢 妈 你拿去买菜了吗 没有啊 这几天菜不都是你买的吗 也对啊 肯定是大丫头的 我看这几天大丫头 拿个袋子鬼鬼祟祟的 大丫 正好你哥六一二头乡下过来看我们 把大丫这个小偷赶走 他的房间留给你哥住 可是可是什么 我是你妈 我说啥就是啥 大丫 你对不住你 终于把大丫赶走了 耶 这不是我偷的 我拿袋子 走 你怎么还没把大丫赶走 我刚刚已经打电话给隔壁老王查清楚了 我那100块钱被蘑菇头拿去隔壁买奥特曼去了 钱根本就不是大家偷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给蘑菇头的隔壁花钱太少了 我是你妈 你是我妈没错 所以我尽你让你 但是在对错面前原则就是原则 该走的是你和蘑菇头 我跟蘑菇头 你让我家 不是太过放了 嗯 我 我骨头不能在家里玩飞机 很危险的 要去室外空旷的地方玩 这是我家 我想在哪玩就在哪玩 啊啊 怎么了 奶奶我不小心拿飞机撞到了大呀 啊啊 你没事吧大孙子 我没事 没事就行 小孩子哪有不磕磕磕磕 妈你收拾好了吗 奶奶你这是怎么了 我 我自己不小心弄了 我头疼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不行 不是说好了今天带我和蘑菇头去买新销链吗 哎呀这不是出发状况吗 我先带大家去医院下次再带你们出去买 这不小女 原来是在给我花大饼 打压手脸上怎么了 火不孝顺 自从您过来 这吃喝拉撒我哪也要亏待你了 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 事情不总有个轻重缓急吗 原来你这么对我这个老婆子 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我和蘑菇头 哼 咦 王奶奶和蘑菇头走了 你快去追啊 追什么追 我做的没错 你们说是不是 他的头真的是他自己不小心弄的吗 王奶奶王奶奶 啊对了我得赶紧去找到美业 奶奶奶奶奶你可认识呢吓死我了 这是怎么了呀 你刚刚晕倒了 哎呀 哎呀 奶奶烧饭的时候啊没气旺关了 肯定是我大尊子救了我吧 是我救了你 王奶奶 你醒了 你刚刚的煤气中毒我 你这死丫头 我煤气中毒了还不救我 你心也太狠了 眼不熟的白眼狼啊 你给我滚出去 奶奶 我不是白眼狼 你别赶我走 妈 你怎么又赶大鸭走 童梅啊 你来的真好 炎鸭不是蘑菇头 你差点看不见我这个妈了 这死丫头 煎死不救 你给我把她赶走 什么煎死不救 你在说什么呢 刚刚你的气中毒是大鸭救了你 她跑了几里路就为了通知我 你路上边跑边喊 嗓子都哑了 头也磕破了 什么 那不是我大鸭子救了我吗 蘑菇头 叔叔你怎么救的 大鸭你说 我用毛巾捂住扣鼻 然后关掉煤气 再打开门窗头子 然后我就跑去找你了 妈 你现在知道是谁救了你吗 大鸭 对不起 没想到奶奶平时对你那么差 你为了救我把头都磕破了 可吗 不疼 这些都是王奶奶给我买的蜡条 每一个都可好吃了 我不疼 我也喜欢吃蜡条 请你给我吃点吗 还不跟你吃 你头发找死了 你无缘一点 你吃你自己去买 哦 你爸妈不要你了 没人给你买 你妈妈才不要你了 我没 大鸭 你怎么哭啊 我都说我走吧 他还说我爸妈不要我了 没人给我买蜡条 大鸭嘴哩哭了 不够买什么 我给你做一个超有意思的气球蜡条 带着下坑 带着放学的 哦 哇 真的和气球一样吹起来了 好神奇啊 你等着 他们放进烤箱会更神奇哦 哇 看起来好好吃 我要吃我要吃 哇 这是什么 看起来好好吃啊 都没给我吃气球蜡条 可好吃了 我也要吃 给我吃一点 你都没给我做的 我才不给你吃呢 谁让你干嘛吃我做的 咋呀 你真是头皮过敏了 快 快 东霓仪不让我出去玩泥巴 我就在家里玩 杀 我大生子真活泼 这么会玩 我再去厨房拿点量 拿你 跑慢点 这是咋回事啊 算了 我先收拾吧 这是谁干的 小梅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嗯 猫肚头 我看这事是你干的吧 我大生子刚刚都不在这 肯定是小梅弄的 天天都冤枉我大生子 快 快 快 去我的观察 蘑菇头手上脸上身上全是面粉 而小梅只有手上有面粉 按照行为习惯 应该是蘑菇头玩面粉玩到一半出去了 而小梅看到残局来收拾吧 小梅 你明明对面粉过敏 还帮蘑菇头收拾残局 大雅 你又罚站了 奶奶啊原谅你了 谢谢奶奶 我这就去给你做饭吃 奶奶 你不是在外面吗 谁让你进来的 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罚站吗 不是你刚刚说原谅我 让我进来的吗 不说 我一直都在小麦不飞出去过 你给我出去继续罚站 我现在就出去 哎呀 渴了吧 嗯 奶奶回去 王奶奶 你刚刚不是说我进去罚站的吗 啊 啊 哦 刚刚还变忽忽忽了 快跟奶奶进去吧 你给我让开 给大雅做 大雅扇扇风 奶奶 平时你都是让大雅给我扇扇子的 奶奶不用了 我还是去给你们做饭吃吧 不要你做了 你头做 看你就逃了 来做的都油了 给你来点费一下的 我国际超级探长 接受更多是民主管趋势好吗 好 你看王奶奶 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你不是王奶奶 你是谁 你把王奶奶弄哪儿去的啊 我就是王奶奶呀 我对你不好吗 我到底要不要王奶奶回来了 你不给你扭 好